大家注意看,把橘子放在蒸熟的糯米饭上,就能做出好喝的橘子酒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 橘子蒸上5分钟之后,和糯米一起抓拌均匀 量度温热不烫手,加入一道甜酒曲 抓拌均匀,压平,压紧实 中间戳个酒窝,方便查看出走情况 盖上保鲜膜,密封发酵2-3天 我们橘子口味的糯米酒就制作完成 不仅出酒多,而且酒水清澈,一度甘甜 鲜鲜舞添加,带着淡淡的果香 既能喝米酒,又能吃牢骚 简单方便一保存